2022年2月沈梦辰与杜海涛终于官宣领政结婚 结束了两人长达9年的爱情长跑 从领政到如今 不过半年时间还没有举办婚礼的他们 却传出了婚变的消息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沈梦辰删除了微博中 所有与杜海涛相关的内容 杜海涛也将微博设置为 仅3月可见 据知情人士爆料 两人在婚礼赞助的沟通上 出现了很大矛盾 如今感情非常不稳定 发展到如今的局面 很多网友并没有感觉意外 毕竟杜海涛对这段感情的态度 一直被人怀疑 沈梦辰参加脱口秀时 曾爆料自己已经写好婚礼致辞多年了 只是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并且声称不管是谁 不管怎么催杜海涛 就是催不动 面对广大网友的催婚 杜海涛依旧不断拖延 避而不谈结婚的事情 还说自己与沈梦辰已经做好计划 每年都按照计划再走 没必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都要分享给网友 用工作忙为借口拖延结婚 两人刚关宣恋情识 很多人都觉得是 杜海涛配不上沈梦辰 深入了解后才发现 这段感情一直是男强女弱的状态 沈梦辰被杜海涛的才华深深吸引 然后疯狂地倒追 正式确立关系后 为了男方事业考虑 一直是得下恋的状态 沈梦辰在这段感情中的付出 远比你看到的更多 据女方爆料 每次出去约会 都是沈梦辰主动邀约 在沈梦辰深陷黑料经历 全网黑的时候 杜海涛不仅没有站出来 保护女友 还以避免其受到伤害为由 与沈梦辰分手 分手后沈梦辰患上厌食症 体重受到90斤 精神状态也非常不好 最终还是忍不住找杜海涛求和 这段经历 对沈梦辰来说 是一种折磨 在杜海涛看来 却只是简单的磨合 害怕杜海涛嫌弃自己的素颜 沈梦辰就每天早起化妆 两人交往三年 杜海涛都没有见过 沈梦辰素颜的样子 某次沈梦辰鼓起勇气 让杜海涛看到素颜后 杜海涛却直接对以后 还是化妆吧 对沈梦辰造成巨大伤害 除了对沈梦辰的漠不关心 杜海涛的情势 也是两人感情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在官宣恋情之前 杜海涛曾对吴欣展开疯狂的追求 并且持续了好几年 曾在快本的舞台上 公开向吴欣表白过两次 一次是某剧组到快本宣传时 一次是在海涛过生日的时候 吴欣都非常尴尬地敷衍过去 可见他对杜海涛并没有别的想法 在年代秀上 杜海涛再次向吴欣告白 吴欣也是第一次做出回应 表示西游记的票房超过6亿 就考虑这件事 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李湘曾在镜头面前爆料 因为杜海涛多次告白 导致吴欣与已经发展到 谈婚论嫁阶段的男友分手 吴欣一句 这你也知道 证实了事情的真实性 就算是与沈梦辰官宣恋情后 杜海涛对吴欣的态度 依旧非常暧昧 不止一次在采访时声称 吴欣在他心中的地位无法超越 还暗暗表示不希望吴欣结婚 为了与杜海涛拉开距离 吴欣很少提起两人之间的事情 并且一直对外宣称 将杜海涛当弟弟看待 只是就算这么做 也被很多粉丝认为 是沈梦辰杜海涛结婚路上的绊脚石 很多人都不理解 为何沈梦辰会喜欢上杜海涛 看见 i can fix i can fix to me know how you want to me know how you want 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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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ts